鴻永成、蕭靖南出席电视剧《黄金有罪》宣传活动 鴻永成来紧准备跟女朋友开始同居生活 最近就被拍到解架枝 但是怕不怕双见好同住男呢? 不会的,因为我有问一些高人的事 我有问蕭靖南怎样跟他自爱的人相处 他给了很多提示我 不过好像都不同 难啊,要教你,我跟你都相处不了 我怎样教人跟你相处呢? 我觉得忍耐,忍到三五七年,忍到盲目,应该可以的 不过最后我没有听他的意见 因为大家在不同性格和不同方向 所以我都坚持自己的风格 就是坚持继续罵他,继续对他差 相反,是给他 没有啦,其实这两年都开始长大了 行了,爸爸,你问爸爸口吻好不好 懂得照顾别人 其实可以的啦,不用太担心他的感情 住不住在一起都没什么 即是你早点去,这个阶段 你以后将来结婚都会面对的啦 不如早点试先 现在还有一刻走,我现在真的搞不定了 多谢你爸爸 现在武汉肺炎疫情紧张 看来情人节真的要考下大家心思啦 我相信现在你找到一包米 是比跟他吃竹光晚餐的 那我现在很秘密地买一些米 就是想着情人节送一包米给他 我觉得他应该会很感动 哇,很好的礼物喔 是呀,OK喔 用米和口罩排成心形 那你那些米吃不吃?煮米 会不会煮的? 煮,如果邀请我来吃可以吗? 排完之后就扫回了 扫回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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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费 摘谷房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